心性的弹性和可塑性 我们都知道 身体的力量 可以通过健身锻炼增长 其实 我们的心 同样可以通过训练而改变 禅秀大师们 知道心性是多么有弹性和可塑性 如果我们训练它 会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事实上 一直以来 我们都是训练有素的 我们被训练的去嫉妒 去攀比 焦虑 忧伤 绝望和贪婪 被训练的 一旦面对刺激 就急速的条件反射 做出反应 事实上 我们已经被训练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 甚至 都不必去努力激发 这些负面的情绪 就会自动地生起来 如果我们继续认随这些不良心态的发展 心就会容易养成弱性 沉溺在情绪中 不能自拔 其实 我们的一切情绪都是负面的 都是负能量 正能量是没有情绪的 它是清静的 慈悲的 喜悦的 智慧的 靠近正能量的人 就仿佛 沐浴在阳光下 仿佛自心中的阴霾 也在褪散 那么 如何把自己的心 也训练成正能量呢 训练这个心性 绝不是强迫把情绪和忘心 压制下来 觉悟者教导我们 训练心 首先要具体地看清 心的运作方式 然后开始训练这个忘心 用正确的观念和思维 去转变我们错误的观念 逐渐消除各种负面情绪 就像面对 一团乱麻似的绳子 并且绳子上还打满了 各种各样的结 我们如果闭着眼睛 怎么可能把它理顺呢 我们的心也一样 心中有很多很多的结 都是它自己打上的结 但我们还不自知 不自觉 也不知道怎样解开 还继续地在结上再打结 在训练中 我们让心性致力于解开心中的这些结 贪 贪爱的执着 称恨的执着 等等一切心理习惯 无数的结 在掌握了这个方法以后 就要不断地去练乱 最后才能够彻底地消除 一切情绪的根源 颠倒 妄想 执着 比如我们练太极拳 你学会了这个套路以后 要天天练 练完了以后 还要跟同修队练 这样才能真正地有功夫 不光有功夫 还得有面对对手 丰富灵活的经验 练套路可以增长我们的内功 对练可以积累消灭敌人的经验 灵活掌握全法的精髓 下围棋也是这样 学会围棋怎么下法了 就要天天去练习怎么布局 怎么占地方 练习死活的对杀 然后还要跟别人对练 在对练中成长 又或者是舞蹈家 从小练习 花费十几二十年的心血 耐心的苦练 最后才能够翩翩起舞 都是一样的 学习训练我们的心性 也是这样的 当心性开始觉悟 并且掌握了正确的方法 那么也要长期地练习自己 练习到一定的时候 就会出神入化 不管你干什么 心只要全力以赴地投入 就会达到一个出神入化的境界 通过训练的心性 可以认识宇宙的真理 显正宇宙的真相 让心性变得清静自在 妙用无穷 这才是生命中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